岛屿,baby新剧有争议,抠图现象再次重现,网友,赶紧滚出娱乐圈,最近大家讨论最多的电视剧应该就是杨颖的《创业时代》了吧,这次是她和黄轩还有宋毅主演的,但是应该很多人都是奔着黄轩去看的吧, 毕竟在当时她和孙丽演的《米月传》中饰演的是每天挂在嘴上天天讲月儿的痴情人黄轩,之前也饰演过很多的电视剧,到底演技怎么样,大家应该也是都清楚的,很多人也被她的演技所折服,之后还和杨颖合作了翻译官再一次火了起来,当然在大家的印象中,嘴身的还是她的小胖手,但是这样也并不影响大家对她的喜欢, 毕竟她长得还是非常的帅的,在演技方面看了她演的这么多的电视剧,大家应该也知道她的实力了,所以受到大家的关注就非常的正常了,但是在她的新剧中的女主竟然是baby,是不是在黄轩的心里都想哭了? 对于这样的言论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反驳,也不是小编要故意黑她,她的能力到底怎么样,大家还都是知道的,这么多年大家一直在吐槽她,就是因为之前和钟寒良合作的孤芳不自上有关,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模特出身,所以演技差点大家还是非常可以理解的, 但是作为一个演员,最基本的素量还是要有的,经常被大家拔出口图的现象,而且现在大家在说到的时候还会习惯性的在前面加一个大量了,之后还被传出天价片酬的事情,这才是让大家最无奈的事情,真的已经是无理吐头了。 在这次baby出演这部电视剧,大家会以为她会吸取之前的教训,但是没想到,是我们多想了,在演技上并没有什么变化,就连生气的时候也是没有变的,就是大家所谓的瞪眼。 在剧中真的是将一个投资公司的歌管演成了我在时尚界的主编,还或者是一个时刻都在走秀的模特,平面广告等等。 要是说到这些大家不相信的话,可以自己下路看一下这部电视剧,在刚开始的哪一集中的衣服可能是整部电视剧中,最像是常女性的装扮了,其他的就像是走秀的服装而已。 这部剧中最让人烦恼的事情就是,baby在这部剧中谈的抠图现象再次重现,有网友表示,说是在把观众当傻子吗? 图片中阳影站在一片大草原上,不用很认真的看就能看得出来,背景和他就不在一个频道上。 所以有不少的网友,在看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纷纷表示,赶紧滚出娱乐圈吧,还有就是在剧中他的状容,还有网友特地集出他在剧中的一些场景。 就像是在平时的一些广告,有网友说道,这广告接的实在是太厉害了,但是在某个方面还是值得被表演的,那就是他在剧中是原生配音的,而且听起来音色还是非常的好,主要还是在台词上面,还需要加强一下。 他要是真心想要在演员这个行业发展的话,就努力改变一下自己吧。 对于贝贝新剧热争议,偷图现象再次重现,网友赶紧滚出娱乐圈,你怎么看呢?